好再回到花蓮市民代表会的定期大会 第一轮市政总咨询是由市民代表许愿神以及杨哲峰 分别针对花蓮市的交通以及区域活化 闲置空地创造营收等等议题发表建言 花蓮市民代表会在9号上午是继续进行了市政总咨询议程 由市民代表许愿神首先进行咨询 他特别提出出于养鱼 荒地养羊等议题来发表建言 我今天这个执行的报告的三大主题 就是我们递进其力我们的山坡很多很多 而且好都是非常好的 可以利用这些来递进其力来养羊 对我们的花蓮市经济也是非常非常 羊的疾病是非常非常少的 毕竟我是这个农业农医业专家 第二个主题就是种椰子树 以后可以乘凉解核解电 这个对我们花蓮市的经济非常非常有帮助 第三大主题是第三大的主题就是 南北冰公园可以用厨椅来养羊 如果没有办法有这个技术人员 我来提供这个技术毕竟我是这个农业 鱼业这个算满满的学家 学家的变成专家了啦 以后这个以后全世界的鱼都会进来 我们提供我们年轻人可以就业 而市民代表杨哲峰则是特别关心 大宇街内克莱堡建筑的后续处理 希望公所能够加快脚步 借此活化市区也带动消费人潮 最近大家关注的人行道的问题 还有标签问题 其实很多民众都不了解 为什么要做一下涂一下凹的部分 那是为了闪电箱跟一些电器设备 那也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 一个咨询的一个公开机会 让市工所可以跟大家解释 为什么会这样做 那我自己也想要了解说 是不是之后有类似的路段 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做处理 那客长也有说我们会用不一样的地方 会用不一样的做法 那会看现场的环境做改善 那在于克莱堡的部分是因为 呃...它已经闲置很久很久的一段时间 那我们大宇街公正街那边 其实有很多店家都慢慢的改成夾娃娃集点 那我希望能够以克莱堡方式 能够复兴那边的商权 那最后清洁队的部分 除了疫情的消毒 还有我们车辆的一个态换的部分 是关乎我们的安全 关乎我们的健康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我也想要多了解更多 那也谢谢清洁队队长跟我们解释 对于代表们提出的疑问 公所相关客室主管也一一给予回复说明 并且表示只要是公所管辖与能力范围 就会尽全力来执行改善 完成代表们监督市政的要求 记者许立琴 花联市报导 是啊 就是说明是大学内的 要求人在山洁队队长和中国 当然 不会尽全力的 它也不不会尽全力的